第七八一章,抢夺真明尼,无论对方是否查到了嫌疑人,这个价格出来后,再无人敢竞争。 许多的神石都扫向了报价的包厢,叶末这次没有用神石扫去。 他知道就算是不扫去也不会被怀疑,相反扫去的话,或者会再被查一次。 叶末心里暗叹,他看见了第五个石吨,而且神石也触摸到了第五个石吨,可惜的是他却不能有任何动心。 这种感觉,让叶末心里很不舒服。他忽然想起了那个给他第一个石吨的老头天翼大师。 此时叶末不会再认为他的那个石吨是无意中捡到的了。 当初在小世界,那个石吨绝对是天翼故意给他的,否则他不可能捡到。 那个天翼肯定不同寻常,叶末相信他在落约大陆看见的那个老头,就是小世界看见的那个算命的天翼大师。 而且叶末怀疑天翼大师知道他有混沌世界,所以才将石吨给他。 因为当初他最后的那句话,现在叶末想起来才觉得可疑。 当初他最后对自己说的那句话是,除了混沌世界,竟然有我算不出来的命运。 这句话很有可能就是表明天翼大师已经知道他有混沌世界了。 天翼大师知道他有混沌世界,这才将石吨留下来给他。 虽然叶末知道那天翼大师是有意将石吨留给他的,可是他想不通,还有谁能对混沌世界和五行石吨不动心的? 他和那天翼大师根本就毫无瓜葛。 为什么那天翼要帮他? 这种未知的东西,让叶末觉得有些不大舒服。 他不习惯将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天翼大师也不行。 叶末摇了摇头,将这些想法抛开到了一边。 他决定拿到真明尼后,立即就离开。 想办法进入小天狱,然后将自己的修为提升到先王再说。 恭喜刚才得到五行石吨的朋友,下面我们将要拍卖的是真明尼。 这是一块上等真明尼。 那大罗女仙的话,让叶末立即惊喜不已。 他想不到五行石吨后,就是真明尼,他还准备等三天的。 如果三天之后,还没有到真明尼,他就不打算等了。 因为等到了,也没有多大的用处了。 却没想到,这么快就到了。 那大罗女仙说完后,举起手中的一块龙眼大小的真明尼说道。 大家请看,这块真明尼毫无杂志,可以说是上等中的上等了。 真明尼的作用,我就不用说了。 我猜想再做的都知道。 现在,我手中的这块真明尼,底价两亿上品仙金,每次加价,不得低于一千万。 这块真明尼,比起当初叶末得到的那块,要小得太多了。 可是叶末却知道,这块真明尼的等级,比起上次他得到的那块,等级一样,要高出太多了。 如果这是拳头大小的一块,那这块真明尼,说不定他还买不起。 我出两亿五千万。 那大罗女仙的话音刚落下,就立即有人报价。 而且,报价的速度还非常快。 可见想要这真明尼的,绝对不是叶末一个人。 叶末现在身上有将近六十亿的仙金,他倒也并不紧张。 这块真明尼,最高也只能值五亿仙金左右。 他的这个身家,应该完全可以买得起了。 三亿,三亿五千万。 让叶末没有想到的是,真明尼的价格竟然一路攀升,很快就超过了五亿。 而且根本就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叶末没有出价,可是他心里却是一尘。 难道这些人都想用真明尼作弊? 如果这样想,岂不是太白吃了点? 他是有三生诀,又是五级仙镇大师加仙气宗师才敢这样做。 别人有什么底气这样做? 如果不是这样,怎么有这么多想要真明尼的人? 六亿五千万仙金,叶末第一次出价了。 他的这个价格刚刚出来,就被七亿仙金压了下去。 这些购买真明尼的仙人,根本就不是一千万的加价了,而是五千万的加上去。 当价格攀升到了八亿的时候,叶末倒吸了一口气。 他已经肯定,抢购真明尼的人也想要用真明尼作弊。 可是自己作弊有时间震盘,别的人就算是作弊,这几天时间能干什么? 不过价格到了八亿后,已经没有人再报价了。 八亿两千万。 那大罗女仙的已经叫了两次价后,叶末再次报价了。 这次叶末加了两千万。 八亿两千万仙金的价格已经超出这块真明尼,本身价格很多了。 很多人还记得,叶末之前用两亿多仙金购买下了八级家顶。 所以现在叶末再次报价,立即就有许多的神识扫了过来。 叶末微然不动,无论如何,这真明尼必一定要到手。 这是他唯一的机会,就算是被人盯上,他也顾不得了。 失去了这个机会,他将再无任何办法进入小天狱。 九亿先金。 这个价格一出来,拍卖会上所有的人都有些疑惑不解了。 八亿两千万这个价格远远已经超出了真明尼的本身, 现在竟然还有人报价九亿。 叶末皱起了眉头,他听出来了这个声音, 就是之前他要买八级家顶的时候那个加价的人。 现在又是这个家伙加价,这让叶末很是恼火。 这家伙就好像和他过不去一般。 九亿一千万。 叶末毫不犹豫地加价,别的东西可以放弃。 但是这东西,现在绝对他不会放弃。 十亿那声音似乎和叶末一样愤怒, 就好像第一次被叶末买去了八级家顶, 心里很不舒服一般,这次继续加价。 十亿一千万,叶末已经冷静下来, 无论对方怎么出价,他没有必要赌气, 但是加价是必须的。 此时,拍卖厅里面的气氛有些古怪起来, 甚至再次有了一些热恋。 很多人都知道了, 现在的竞价已经不是为了真明尼了。 这真明尼等级再高,也不值十亿先金, 甚至十亿的一半都要不到, 都已经超出十亿了, 这两个人还在竞价。 那就是和真明尼本身无关了, 完全是因为双方都不服这一口气。 叶末不知道对方是不是因为不服气, 不过他知道自己绝对不是, 他必须要拿到真明尼。 一道强悍的神识扫了过来, 似乎带着一丝警告, 叶末就好像不知道一般, 在对方十一亿先金上面再次加了一千万。 十二亿, 这个报价后, 一声冷哼传来, 显然已经是极度的不爽了。 那口气, 就好像他要用先金将叶末压住一般。 叶末一千万一千万的加, 他就九千万九千万的加。 十五亿, 叶末再也懒得一点点的加价, 直接将价格抬高到了十五亿。 既然扯破脸了, 他也没有必要客气。 而且他报价出来的声音, 似乎对对方加先金的口气, 很是不爽。 先金对他来说多的是, 既然对方要比先金气势, 那就比吧。 神识警告他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 叶末很清楚, 这十五亿一出来, 别人必定会以为他是赌气。 十五亿的价格一出来, 整个会场顿时寂静下来。 一块这样的真鸣泥被拍出了十五亿的天价, 任何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块真鸣泥就算是卖出五亿也是顶天了, 现在被卖出了十五亿, 简直就是白痴行为。 这绝对是赌气行为, 如果不是赌气, 谁会用十五亿先金购买价值五亿不到的真鸣泥? 那一直和叶末竞争的声音冷哼树声, 却没有再出价格, 似乎知道自己在出价。 叶末这个二愣子还是会毫不犹豫地加上去。 片刻后, 那块真鸣泥被送到了叶末的包厢, 叶末丝毫都没有心痛地付出了十五亿先金。 将真鸣泥收到了戒指当中, 心里是激动不已。 计划的第一部材料已经有了, 下面他需要的是不被人跟踪, 离开拍卖会。 真鸣泥的竞争将拍卖会的气氛引到了高潮, 甚至比之前的混沌十吨还要热烈。 毕竟真鸣泥大家都可以参与竞争。 那混沌十吨只有少数几个人才可以参加竞争。 叶末得到真鸣泥后并没有离开, 依然对拍卖会后面的那些东西非常感兴趣。 他之所以不立即离开, 是因为再次感受到了一丝若隐若无的神石在他身上缠绕。 叶末当然知道这是监视他的。 这道神石不是之前他关注十吨时候的那道神石, 而是和他竞争真鸣泥包厢里面出来的一道神石。 虽然叶末心里焦急无比, 现在的时间对他来说极其重要, 可是他还不得不平静无视地留在这里。 转眼间半天时间再次过去, 叶末表面平静,看起来没有半分想要离开的意思。 那道神石似乎感觉到叶末暂时不会离开, 监控了叶末半天后, 神石收了回去, 毕竟拍卖会要举办五天, 如果五天连续用这种不被对方察觉的神石放在叶末身上, 消耗也不小。 可是不被对方察觉是针对别的仙人而言, 对修炼三生觉的叶末来说, 他时刻都知道那道神石的存在。 三生觉是万物演化而来, 对周围的万物感觉最为清晰, 而神石同样是万物的一种, 哪怕在隐秘的神石, 叶末也可以感觉得到。 那道神石一走, 叶末根本连考虑都没有, 立即就落在了包厢一角的传送阵上。 淡淡的仙灵气波动之后, 他已经从这包厢里面离开。 第七八二章, 作弊也要有本事, 拍卖会还在继续。 假七十一号包厢中, 一名年轻的英俊大罗仙忽然站起来说道, 师叔, 要不我先派一个人出去在拍卖会外面的广场上等着, 防止那人突然离开。 被叫着师叔的方脸男子冷哼一声说道, 想从我的神石中离开。 哼, 不过你说得也好, 我的神石也无法时时刻刻都监视着他。 你派, 那方脸男子说到这里, 脸色突然一变, 呼地站了起来, 咬着牙恨恨地说道, 好, 好, 好奸华的东西, 怎么回事? 那英俊大罗仙听到这话, 顿时涌起一种不好的预感, 脸色也是一变。 此人刚才已经走了, 立即派人去抓他。 那方脸的师叔脸色有些难看, 他刚才说被他监控的人走不掉, 这眨眼间就消失了, 简直等于当面打脸。 那英俊大罗仙已经顾不得这些, 立即站起来对身边的两名中年男子说道, 你们两个现在就和我一起出去, 那买走真命迷的家伙, 就算是逃到了天边, 我也要将他抓回来。 叶末被传送到广场后, 立即迅速离开, 只是眨眼间, 他的面容和衣服全部换掉。 数个呼吸后, 他已经夹杂在密集的人群当中, 离开了红宇仙城。 伴助箱后, 叶末已经寄出了时空缩。 两个时辰后, 叶末在一处密林之中停下了时空缩。 这里距离红宇仙城已经非常远了, 叶末相信, 就算是先帝, 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出来的也找不到他。 而且他的时间有限, 没有必要再往前飞。 为了预防万一, 叶末将自己所在的地方当成中心, 然后寄出时空缩分四个方向, 各自飞出伴助箱。 在这四个方向的位置, 留下了一个极为隐匿的监控阵法。 这些监控阵法被他刻画在了普通的岩石, 或者是刻画在了一些树叶之上。 叶末相信, 就算是先帝用神石扫一遍, 如果不刻意, 也不会知道那树叶上的纹路和岩石上的纹路 是他刻画的监控阵盘。 刻画这些监控阵盘, 当然是为了避免自己被人跟踪过来。 一旦他在监控阵盘上发现自己被跟踪了, 他宁可留在今夜世界中不出来。 哪怕被命运圣女认为他偷走了玉牌, 那也顾不得了。 比起自己的小命, 其余的都是次要的。 做完这些后, 叶末再次回到了原点, 在密密麻麻的树木中找到了一树大树, 盾土进入树底, 到达最深处后, 又布置了一个极为隐秘的隐蔽阵法, 然后进入今夜世界。 在今夜世界中, 叶末让时间阵盘运转后, 这才取出了那龙眼大小的真明泥。 事实上, 他根本就要不了这么多的真明泥, 对他来说, 只要一丝真明泥就够了。 可是他又无法和别人去商量, 说自己只要一点点。 手中这块真明泥确实是上等品, 而且是非常不错的上等品, 比起当初他购买的那块更大的真明泥, 不知道要好了多少倍了。 上次他炼制的那个粗糙的药源, 送给真冰鱼了。 这次他花大价钱购买真明泥, 要炼制的当然不是药源。 将真明泥放在一边后, 叶末取出了密云圣女给的那个玉牌。 当初他粗略研究过这个玉牌中刻画的传送阵法, 叶末相信, 如果给他半年的时间专门研究这个玉牌, 他完全可以将自己的阵法提升到六级阵法先师, 然后炼制出这一摸一样的玉牌。 半年时间别人没有, 可是他有。 他有时间阵盘, 进入小天狱是在十天之后, 对他来说, 那就是还有两三年的时间。 就算是可以炼制一摸一样的玉牌, 叶末也不会傻到真去炼制一个玉牌。 他要做的, 是用一丝一毫的真鸣尼在这玉牌的传送阵法里面刻画一毫阵法纹路, 然后将这个阵纹融合在了玉牌的传送阵盘里面。 叶末相信, 如果他融合了阵纹气息, 就算是将玉牌拿在手中用神石搜, 也要好一会才可以看出来。 他就不相信, 那些先帝会仔细地去扫他们发出去的玉牌。 要作弊进入小天狱, 叶末认为, 无论是小世界, 还是别的东西炼制的空间, 在先帝的神石下, 也很危险。 再说了, 谁知道到了小天狱开启的时候, 先帝会不会突然再制定一些规则。 如果用秘云说的小世界, 带人进去这种白痴办法, 他宁可不作弊。 时间阵盘里面, 半年时间匆匆而过, 叶末一直在研究玉牌中的传送阵盘。 他还很少花如此多的时间, 用三生诀来推演一个普通的传送阵盘。 可是这次涉及到他进入小天狱, 他不得不小心。 半年时间后, 叶末不但推演出了这个传送阵盘的每一部刻画方案, 还找到了这传送阵盘里面的一个神石印记。 这得益于当初那个中年文士给他下的那个印记。 那个印记被中年文士藏进了星河岩当中, 叶末还是在自己的今夜世界当中才查看到。 或者被人下印记下多了, 现在叶末对印记是非常敏感。 他甚至可以看出, 这个印记不是追踪印记, 而是标识印记。 也就是说, 就算是你能炼制一摸一样的玉牌, 没有这个印记也是不行。 叶末没有动这个印记, 他开始修补这个阵盘刻画的传送阵法, 小心地用一丝真明尼刻画阵纹, 然后再慢慢融合, 进入了这个传送阵盘。 这些对叶末来说都很简单, 他甚至只要半个月就可以搞定, 但是对他来说, 最复杂的就是让真明尼的气息完全消失殆尽, 甚至完全融合进入玉牌, 变得和玉牌中的气息一模一样。 就算是叶末已经是炼起宗师, 又是接近先阵宗师。 还用三声诀推演出了这个阵盘的全部手段, 他也需要慢慢地去炼制。 这是一个浪费时间的过程, 至少需要一年多的时间, 才能不碰到那个印记, 然后融入自己的阵纹。 如果没有时间阵盘, 叶末相信, 没有任何人能在几天内办到这一点。 洪雨仙城的拍卖会精彩分成, 五天的时间不但拍出了下品神器, 更是拍出了各种顶级的好东西。 五行十吨甚至拍出了一条极品仙灵卖家几十亿仙金的价格。 这种恐怖的价格, 就算是经历过无数拍卖会的人都不一定能预见。 眼看拍卖会就要结束, 在拍卖会中一间不起眼的包厢里面, 一名紫袍男子皱眉坐在这里动也没动。 用神识扫锅的人都知道, 这人就是用一条极品仙灵卖几十亿仙金购买下五行十吨的人。 他在反复思考自己之前调查的一些细节, 参加这场拍卖会的人不熟。 可是他每一个人都调查过, 根据他的经验来说, 这些人应该不会有十吨。 因为这些人的反应都在他的预料之中, 如果拥有十吨, 那就不是这种反应了。 虽然还有一些人的神识在监控着他, 可是他并没有放在眼里。 他甚至在等着, 等会自己出城后, 有谁会追杀他。 在他身边, 还有一名看似仆人一般的男子站立着。 这紫袍男子想了许久后, 忽然问道, 计量, 你有没有要补充呢? 那仆人躬身说道, 主人, 秉453号房间的那名大罗仙, 后期略微有些可疑。 哦, 怎么说? 紫袍男子立即问道, 秉453号房间的那个粗狂男子, 他也用神识扫过, 大罗仙后期, 表现正常, 并没有什么可疑的。 不过他知道自己这个仆人, 对人和事观察非常入微, 跟了他几十万年了。 有的时候, 他都没有注意到的细节, 计量也会注意到。 那就要计量的仆人连忙答道, 秉453号之前购买过一个残破的极品仙气八级家顶。 当时贾71号包厢中有人和他竞争过, 不过竞争并不激烈。 之后出现的真名泥。 贾71号包厢和秉453号包厢中的人竞争激烈, 最后, 秉453号已高出真名泥本身价格数倍成交。 紫袍男子点点头, 这些他都知道, 对计量的细微观察, 他也比较满意。 他恩了一声说道, 你继续说。 是。 计量应厚, 继续说道, 之后, 那秉453号的大罗仙一下加了三亿购买下了真名泥, 看似很赌气。 而且气盛无比, 直到刚才我才感觉事情似乎并不是这样。 哦, 那紫袍男子也露出了凝重的态度, 更为仔细地聆听。 计量缓缓说道, 因为秉453号看似赌气的行动, 让贾71号包厢放弃了继续争夺真名泥, 但是贾71号的主人却是剑玄帝宗的少主, 有人在他口中夺食, 还不是一次让他恼火不已。 那少主身边还有一名仙尊在? 那仙尊我认识, 修炼有一门不错的神殿功法。 这神殿功法可以在别人感觉不到的时候监视别人, 所以那仙尊一直在监视秉453号包厢的那名大罗仙。 紫袍男子似乎有些明白了计量的意思, 眼里力气立即加重, 连呼吸也变得粗重起来。 你继续说。 可是, 丙453号那大罗仙并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甚至对后面的物品还非常感兴趣。 但是剑玄帝宗的那名仙尊将神石刚刚一移走, 丙453号的大罗仙立即就从包厢里面走了。 计量的话说完后, 紫袍男子已经冷静了下来。 他冷声说道, 你的意思是说, 此人对神石查探早已知道, 甚至我们的查探他也知道。 紫袍男子说完后, 已经不需要计量回答, 他已经猜测到了。 此时他回想启禀453号的那个大罗仙, 才感觉到有一丝古怪。 他看到石顿的激动和平静的时间段, 似乎太准确了点。 第七八三章, 叶末的办法, 立即去彻查此人的下落。 紫袍男子呼地站起来说道, 此时他再也没有心思留在这里了。 他根本就想不到, 自己费尽心思, 却让真正可疑的人, 从眼皮底下逃走了。 这简直就是当面打耳光。 叶末不知道, 这石顿的主人也在找他。 他还以为找他的, 就是那和他竞争真迷迷的人。 不过就算是他知道了, 他也不会在意, 至少红雨先程, 他不会再大摇大摆地回去了。 看着手中没有半分改变的玉牌传送阵, 叶末心里很是满意。 他用了两年时间不到, 完成了这个细致的工作, 事实上, 距离小天玉开启, 还有三天时间。 收起时间阵盘后, 叶末正打算离开今夜世界, 却觉察到, 之前他布置的四个监控阵法中, 有一个却传来了一阵阵模糊的抖动。 那模糊抖动太过厉害, 让他根本就看不清楚, 监控阵法监控的是什么。 叶末第一时间止住了自己要出去的冲动, 立即更为关注地观察起来。 一道道恐怖的地面崩裂, 被叶末的监控阵法完全捕捉到了。 随着漫天的尘土和碎石飞散开来, 一名紫袍男子出现在了监控阵法当中。 而在这紫袍男子的前面, 还匍匐着一名中年仙人。 叶末在监控阵盘中看不出来这名中年仙人的修为, 但是肯定, 叶末布置的这个监控阵盘太远, 无法听见对方的声音。 可惜的是, 叶末一样的不懂唇语。 只能大致猜出, 应该是那中年仙人和那紫袍男子对战了一场。 结果那中年仙人不是紫袍男子的对手。 想到这里, 叶末心里大害, 一个仙尊也打不过那紫袍男子。 而且那紫袍男子看起来, 似乎还没有出什么力气。 这家伙, 难道是先帝不成? 一个先帝和一个先尊, 为什么在这里大打出手? 这里虽然距离红宇仙城不近了, 可相对于有先帝的红宇仙城, 也不是非常远啊。 这种激励的打斗, 必定会引起先帝的注意。 为什么到现在, 先帝没有出来? 叶末不敢再看那打斗现场, 哪怕是通过监控阵盘, 他也不敢看了。 先帝的神识多强大, 只要稍微不注意, 自己就可能被发现。 收回神识, 叶末躲在今夜世界里面, 不敢再随意地伸展自己的神识, 只是炼制了几炉飞雪丹。 又是两天过去, 叶末这才小心地再次查看自己的监控阵盘, 却发现那紫袍男子已经离开。 那被他打败的中年仙尊更是不知去向, 叶末估计应该被灭成灰灰了。 此时叶末才小心地出了今夜世界, 收起自己的隐匿阵法, 同时祭出时空梭快速地离开了这里, 向红宇仙城飞去。 在要接近红宇仙城的地方, 叶末收起了时空梭, 同时给密云圣女发出了一个讯息。 只是一个时辰之后, 密云圣女就急匆匆地来到了城外叶末所在的地方。 叶末关注了一下, 发现没有人跟踪她。 密云圣女如此急匆匆, 可见她很怕叶末是真的骗了她。 急死我了。 你怎么一下就消失了这么多天? 好在我相信你, 没有趣问。 密云圣女见到叶末后, 立即说道。 叶末知道这里不是九流之地, 她的神石玉确认周围没有人, 也没有神石过来后, 这才取出玉牌递给密云圣女说道。 现在一切都不要多说, 我得罪了人, 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小天狱我就不去了, 万一被查出来, 我不好办。 现在玉牌给你, 如果你在小天狱得到了更多的彭越仙果, 你只要给我一颗就行了, 我先走了。 说完两人周围的空间一阵阵地拨动起来, 瞬间, 叶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瞬移? 密云圣女愣愣地重复了一句, 刚才她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过来叶末的话, 叶末就匆匆将玉牌塞到她的手中。 一个瞬移就消失了, 她想不到叶末区区一个大罗仙初期竟然可以瞬移, 这简直太逆天了。 瞬移是高级神通道法呀, 一个大罗仙能掌握高级神通道法。 唯一遗憾的是叶末瞬移造成的空间波动太大了, 这种空间波动, 别人想要找到它也不是太困难。 如果有一天, 叶末可以将这瞬移的空间波动减小, 这又是一门极其厉害的神通, 它怎么有这么多可怕的神通? 就在密云圣女还在震惊和疑惑当中, 周围的空间再次一阵阵地波动, 叶末眨眼间又出现在了密云圣女的身前。 随着叶末落下, 周围的空间波动更大了, 甚至连神识都无法准确地定位。 叶末再次瞬移回来后, 有些歉意地说道, 我先将隐秘功法传给你, 你出来后, 我再给你发讯息你。 说完, 叶末又是不等密云圣女的回答, 就塞给密云圣女一个预解, 然后再次一阵的空间波动, 瞬间又消失无踪。 密云圣女摇了摇头, 如此强大的空间波动, 如果是她的话, 就不会瞬移了。 叶末此时却淤了口气, 她总算是通过几次瞬移的空间波动, 在密云圣女不注意的空隙里面, 进入了玉牌中真明尼炼制的传送阵文。 这个空间, 阵文英未用的真明尼棘手, 只有一个人勉强睡下的空间, 不过对叶末来说, 已经够了。 她一进入这阵文空间, 立即就运转三声绝, 将全身的气息都隐秘起来。 虽然她的阵文已经和原来阵文的气息一样, 没有丝毫差别, 可是在先帝面前作弊, 叶末是万分谨慎。 本来她打算告诉密云圣女自己进入了玉牌的, 可是又怕密云圣女露出马脚。 在先帝面前, 一个大罗仙确实是毫无隐私的。 密云圣女看了看叶末给的玉检, 里面的隐秘功法确实比她原来的要好了不少, 立即惊喜不已地收起了玉牌和玉检, 急匆匆地赶回了红宇仙城。 虽然这次交易换了筹码, 可是对她来说却更好一些, 毕竟带叶末进入小天狱是要冒险的。 而这次, 她只要带出一枚蓬月仙果给叶末就行了, 她肯定是愿意的。 小天狱多少年都没有开启过了, 里面的仙果和仙灵草成堆, 一枚蓬月仙果算什么? 红宇仙城最大的广场上, 此时人满为患, 比起十天前人来得更多。 因为今天是进入小天狱的日子。 虽然名额只有1100人, 可是谁不想看看小天狱的样子? 谁不想知道小天狱里面最后有些什么宝贝? 似乎知道今天人非常多, 魏丰先帝早早就出现在了广场中间的高台上。 在广场正中间的高台上有一个传送阵, 传送阵上方还有一个巨大的四面监控阵法屏。 随着魏丰先帝出来后, 其余各位先帝纷纷出来, 这次竟然一次来了12名先帝, 比起十天前又是多了数名先帝。 魏丰先帝站在高台上向四面抱了一下拳, 然后朗生说道, 感谢各大天狱的朋友来我亲微天参加这次盛会, 这次小天狱开启后将会出现大量的顶级仙才, 甚至数百上千万年不见的仙才也都会出现。 但是因为进入小天狱的名额有限, 所以我们决定三天后, 等进入小天狱的诸位天才从小天狱出来后, 立即就在这广场之上举办公开的拍卖会, 拍卖物品就是这些进入小天狱先人所得, 因为有先帝坐镇, 加上名额有限, 一时间广场上的气氛再次热烈起来, 很多拥有大量仙精的人已经在跃跃欲试了, 有些人甚至开始联合在一起, 准备将仙精凑在一起, 求够顶级仙才。 魏丰先帝对下面的反应很是满意地点了点头, 然后继续说道, 下面请1100名参加小天狱的精英们上台, 随着魏丰先帝话音落下, 1100名有玉牌的大罗仙纷纷上台。 虽然是1100人, 可是在巨大无比的高台上依然显得有些空旷。 季坤站在高台上神识四处扫动, 很快他就黯然起来, 他没有看见弟弟叶末。 可见弟弟没有得到玉牌, 应该离开红宇先城了。 之前他被尸门的人保护, 就是知道叶末离开红宇先城已经是几天后的事情了。 现在请龙和大帝说一下, 进入小天狱的规则, 同时说一下哪些人不能进入小天狱。 魏丰先帝说完后, 立即站在一边。 作为四大帝之一的龙和大帝, 看起来很是普通, 甚至是一个丢在人堆里面都找不出来的中年男子。 他走出来后, 脸带微笑, 显得很是和暗。 可是这里所有的人都知道, 龙和是四大帝之一, 他随意一巴掌就可以拍碎数十个闲城, 甚至一个天狱也经不住他的折腾。 龙和大帝走出来只是微微一笑。 广场上似乎每个人都感受到了龙和大帝的那种温和气质。 进入小天狱很不容易, 需要我们十名先帝同时打开虚空缺口, 这才能够勉强进去, 所以名额有限。 为了公平起见, 这里有人携带空间世界的, 请站出来, 否则将没收玉牌直接失去进入资格。 龙和大帝的话, 就好像铁锤一般打在了一些携带小世界, 或者是携带其余空间想要作弊的人身上。 虽然龙和大帝说得很委婉, 但是大家都知道龙和大帝的意思。 第1784章, 进入小天狱, 龙和大帝在台上1100名大罗仙身上扫了过去, 然后淡然说道, 现在请携带空间世界的人交出自己的空间世界, 同时依次排队从神器新门下经过。 不等龙和大帝将话说完, 七八名大罗仙已经主动飞升下台, 将自己身上的小世界交给了自己门派中的人或者是熟人。 在上天狱没有人不知道新门, 这是一件下品神器。 而且还是道法神器。 这件神器只是一个门而已, 任何说谎的人站在新门之下都会被测出来, 没有例外。 或者只有叶末这样修炼三生觉的人可以去试试看, 至于是否能骗过新门一样的位置。 正因为知道新门神器出来了, 那些想侥幸作弊的人才主动交出了自己的空间世界, 否则哪怕你隐匿的再深也会被新门测出来。 龙和大帝都给了台阶了, 如果不找台阶下, 那才是傻瓜。 等众人再次站好队伍后, 一个个排队从新门下经过。 每个站在新门之上的人都会被问到一句话, 你是否带了其余人? 任何人说谎都会被下品神器新门测出, 没有例外。 米云圣女心里暗自庆幸, 幸亏叶末没有听她的话, 如果真听她的话, 用小世界作弊的话, 现在就难看了。 就算是有测谎的下品神器新门, 依然有一名大罗仙当场作弊被抓。 这名大罗仙很是冤枉, 事实上他不是自己作弊, 而是宗门将一个小世界炼化成为一个防御手炼让他戴在手上, 而且怕他露出破绽, 还没有告诉他。 在他自己根本就不知道的情况下, 那手链第一时间就被先帝察觉, 小世界当场被没收, 同时小世界里面被扫出来十几个人。 这个宗门最后被赶出红雨仙城, 不但没有了资格进去, 连后续参加拍卖的资格也没有。 米云圣女小心翼翼地站在了新门之上, 当他被问到问题的时候, 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没有。 神器新门没有做出任何说谎的表示, 而后他再次被一名女性先遵用神石扫了一遍, 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后, 表示通过。 叶末不知道他已经通过了, 此时他依然收敛气息地躺在真明尼的阵纹当中。 当所有的人都通过新门检测后, 魏丰先帝这才再次站出来说道, 现在传送阵开启, 所有的人都会被传送到固定地点, 然后我们十名先帝同时撕开小天狱空间, 送大家进去。 至于广场上的来宾, 可以通过监控阵屏观看过程。 一千多人全部站在了高台的传送阵上, 一堆堆极品仙金被燃烧起来, 半刻钟后, 传送阵的周围已经亮起了一阵阵的白色光圈, 传送阵即将要被启动。 洪雨仙城大多数的人都已经在洪雨广场上观看小天狱开启了, 但也有例外。 此时在一处仙灵器极其浓郁的仙山洞府处, 一名紫袍男子正脸色阴沉地坐在一个巨大的仙灵拳池旁边。 那仙灵拳打在池边的仙玉之上, 溅到周围的仙灵草上, 还有一些溅起到岩石上, 瞬间被吸收。 但是这名紫袍男子, 却丝毫都没有感觉到可惜, 依然皱着眉头, 脸色阴沉无比。 此人正是之前在拍卖会上购买下五行十吨的那紫袍男子, 也是叶末在监控阵盘里面看见的那人。 好久, 紫袍男子才抬起头平静地说道, 进来吧。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一名仆人打扮的男子闪身进来, 正是他的仆人伎良。 有没有线索? 不等伎良回答, 这紫袍男子就沉声问道。 伎良恭身恭敬地说道, 主人没有找到那个粗狂的大罗仙, 恐怕此人是易容的, 很有可能已经出城去了。 紫袍男子点了点头, 事实上他早已猜测到他想找的人易容了。 他花数杯的价钱购买真名泥, 说明他来历不小, 至少不是无名之辈。 普通人, 有谁会拿出这么多仙金去购买真名泥的? 伎良还没有说完, 那紫袍男子忽然脸色一变, 抬手就是一巴掌拍出去, 他身前的那些仙玉假衫和景观岩石 立即就被他拍得粉碎。 仙拳池里面的仙拳 也被拍得犹如四散的冰花一般, 飞溅了出去。 伎良却惊都不惊, 毅然躬身站在那里, 就好像刚才紫袍男子 没有任何动作一般。 错了, 我开始就弄错了。 紫袍男子恨声说道, 主人? 伎良疑惑为问了一句, 那紫袍男子摆了摆手说道, 我是聪明反辈聪明误, 我们根本就不应该去调查那个大罗仙, 而是应该调查真名泥。 伎良也是极度聪明之人, 他听到紫袍男子的话后, 立即愣了一下, 瞬间他就明白过来, 他确实是太聪明了, 这才造成了这种低级错误。 那粗狂的大罗仙赶在拍卖会上得罪一个地宗, 无论来历如何, 他肯定有易容或者是知道逃走的办法。 他们根本就不应该调查那大罗仙, 确实是应该调查真名泥。 一个花如此大价钱购买真名泥的人, 必定有所企图, 绝对不会仙金多的没有地方花, 故意乱花。 我知道了, 此人必定是想用真名泥炼制一个空间, 然后偷偷让人带入小天狱, 伎良恍然说道。 他说出这句话后, 立即就肯定自己的猜测无误, 只有进入小天狱的这种诱惑, 才会让一个大罗仙花数倍的仙金购买这么一点点真名泥。 主人, 此人绝对已经出现了, 伎良肯定他无法进入小天狱, 而且必定会被查出, 因为这次进入小天狱有心门神器策谎, 没有任何人了能躲避过去。 我们现在只要去红与广场, 就可以找到此人。 伎良很是肯定地说道, 走, 那紫袍男子话音落下后, 已经卷起伎良, 从原地消失不见。 当那紫袍男子刚到广场的时候, 广场高台上的传送阵已经完全开启。 白光包裹之中, 一千多人全部消失不见。 此刻在广场高台周围的监控阵法屏上, 已经出现了一个巨大无比的陨石平台。 这陨石平台显然是被固定住的, 在陨石平台前方有一道道的淡灰色的雾霾缭绕。 一些人已经猜测到了, 这雾霾缭绕包围起来的地方, 应该就是小天狱了。 那紫袍男子却并不担心, 只是直接落在高台上询问有哪些作弊的人, 这些人都在什么地方? 一名先帝显然知道这紫袍男子的来历, 连忙将一些利用空间世界作弊的名单递给了这紫袍男子。 半炷香后, 那巨大的陨石平台上出现了一千多人, 这一千多人就是刚才从广场高台上被传送过去的, 包括了十名先帝。 虚空中的空间乱流刮过去, 就算是有阵法保护住, 站在陨石平台上的大罗仙都感觉到了一些不适应。 此时站在陨石台上的大罗仙更是期待起来, 他们都去过虚空, 知道这里的虚空绝对不是简单的天狱间虚空, 这里的虚空很有可能已经出了天狱了。 萨空先帝忽然站出来朗生说道, 我们马上就要打开小天狱的入口, 所有进入者注意了。 在小天狱中得到的东西, 将有十分之一是你自己的。 如果在小天狱中得到了混沌之物上交后, 可以多保留十分之一的东西, 而且还可以得到我们的另外奖励。 说到这里, 萨空先帝的语气忽然变得冷立起来。 你们在小天狱停留的时间只有三天, 如果这三天中有人敢私自服用任何仙果或者仙灵草, 格杀勿论。 最后四个字让在场的人打了个寒战, 这一条太狠了。 没有人敢自认为可以做到服用了仙灵草后, 三天内还不被先帝发现的。 下面我来发飞雪丹。 魏风先帝取出一个个玉瓶, 每人手中都发到一个玉瓶。 发完飞雪丹后, 魏风先帝继续说道, 一枚飞雪丹在小天狱中可以支持零根十二个时辰不被捏化。 三枚飞雪丹可以管三天的时间, 三天后, 个人捏碎玉排出来, 否则后果自负。 魏风先帝说完后, 十名先帝同时飞入虚空之中, 十名先帝以自己为阵旗,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阵法。 当这由先帝为阵旗的阵法形成后, 十名先帝立即鼓动仙缘力, 一阵阵磅礴恐怖的气息弥漫开来。 之前还环绕在前面的雾霾, 自动地分到两边, 随即一个模模糊糊的空间出现在众人的面前。 随着十名先帝爆发出越来越压抑可怕的气息, 这虚空终于出现了一道裂缝, 裂缝越来越大, 最后到达了三丈开外。 所有的人立即从小天狱中进入裂缝, 我们也坚持不了多久。 三天后, 捏碎玉排可以直接传送到陨石平台上。 随着龙和先帝一声嘶吼, 一千多名大罗仙立即飞身冲进了裂缝当中。 几乎所有的人都将自己的速度加到了最快, 大家都很清楚, 一个无数年没有开启过的地方。 一旦开启, 第一个进入的人肯定会得到更多的好处。 第1785章, 无影变异, 轰轰地巨响响起, 那些大罗仙还没有完全进入小天狱, 刚刚被十大先帝撕裂开来的裂缝就快速减小起来, 似乎随时都可以合拢。 一道道虚空的闪雷落下, 几名落在后面的大罗仙根本连抵抗的能力都没有, 立即就被虚空中的闪雷击成飞灰。 赶紧放弃大阵, 这是天境雷击。 我们强行打开了其余界面的隐匿天狱, 顶级资源泄漏, 造成天境雷击。 如果继续下去, 将会有更多的人被雷击灭。 一名先帝大声叫道, 其实不用这名先帝大声招呼, 其余先帝都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面对天境的雷击威力, 那些大罗仙根本连任何抵抗的能力都没有。 十名先帝同时撤销了自己的仙缘力, 那裂缝瞬间收拢起来。 裂缝一收拢, 紫园再次被合拢起来, 天道感觉不到, 雷击立即消失不见。 一千多名大罗仙陷入了无尽的雾霾当中, 神石根本就无法外放, 更没有了任何的方位, 这和他们想象当中相差甚远。 在他们想象当中进入裂缝, 应该就是落在了一个新的地面上, 然后那个地面上到处都是仙泉, 仙灵草, 仙灵雾。 可是他们进入裂缝都一炷香了, 还在雾霾当中翻滚, 而这无法伸展神石的地方, 还不时地传来一道道虚空乱流。 这些虚空乱流还厉害非常, 一不小心就会被卷走, 根本就不知道落脚在什么地方。 随着自身仙灵根的影响传来, 这些大罗仙再也顾不得别的, 立即吞下第一枚飞雪丹。 但就是如此, 也没有一个人愿意捏碎玉牌传送出去。 这些大罗仙都是将传送玉牌抓在手中, 除非到了必死的时候, 没有人想失去这次机会。 叶末不知道此时是否已经进入小天狱了, 她的神石依然不敢随意地放出去。 蜜云圣女当然不知道, 叶末就藏匿在她的玉牌当中, 此时她只是和其余的人一般, 在这雾霾的虚空中翻滚, 同时将玉牌固定在手腕上, 以便随时都可以捏碎玉牌逃出去。 但是这虚空似乎毫无镜头一般, 两个时辰后, 她的周围已经看不见任何人了, 她依然还在不断地翻滚中。 叶末估摸着应该差不多进入虚空了, 她的神石小心地探了出去。 一片片翻滚的雾霾出现在她的神石当中, 就算是她有神石刀, 也无法将自己的神石伸展到更远。 此时叶末哪里还不知道, 她不在先帝的监控众望, 她第一时间毫不犹豫地瞬移而出, 消失在雾霾当中。 蜜云圣女皱了一下眉头, 她似乎感觉到自己的周围有些空间波动, 可是她在用神石去查探的时候, 却什么都没有。 叶末遇了口气, 总算是进入小天狱了, 她心意变幻之下, 脸上的面具已经幻化成了一个无须的中年男子。 雾霾之下, 叶末立即就感觉到自己的先缘变得质顿起来, 下一刻她已经明白这应该就是灵根在涅化了。 叶末吞下了一枚飞雪丹, 同时加快了速度, 一道道虚空的乱流打在了她的身上, 可是叶末就好像没有感觉一般。 她常年在虚空中炼体, 而且已经是仙灵体的炼体修为, 这些虚空中的乱流或者可以将普通的大罗先卷走, 可是打在她的身上最多只是刮出几道红色的痕影而已。 等她稳定下来后, 她的神石刀已经寄出, 别人的神石完全无法伸展出周围百米, 而此时她的神石却已经破开重围超出了千米, 甚至还在延伸当中。 很快叶末就确定了自己要前进的方向, 同时加快了速度。 只是一个时辰之后, 叶末就完全脱离了雾霾虚空, 看见了一片片的大气层。 同一时间, 叶末也看见了另外几名大罗先同样地出现在了大气层之上。 此时, 神石已经完全可以伸展出去, 叶末和其余几名大罗先一般, 以最快的速度穿过大气层, 想要尽快地落在小天狱地面上。 龙遇到极致的仙灵气扑面而来, 叶末常常地吸了口气, 这里才是真正的好地方。 同时叶末也感觉到了一丝丝看不见的气息侵入身体, 那丝气息似乎对仙缘和灵根都有腐蚀作用, 不过那一丝气息立即就被飞雪丹的药性融化掉。 叶末猜测, 这些看不见的气息应该就是溃灵魔气了。 叶末居然看见它是第一个落在小天狱的, 只是他刚刚想到这里, 一道人影就在他前面不远的地方出现。 叶末一看见这个家伙就认出来了, 又是严九天。 严九天倒是惊异地看了一眼叶末, 不知道是不是他没有认出来叶末。 这次他没有找叶末的麻烦, 瞬间就展开身形消失不见。 小天狱里面的好东西太多, 严九天相反的方向离开。 他不怕严九天, 但在小天狱里面有时间去斗法, 还不如将斗法的时间集中起来去寻找修炼资源。 只是半炙香的时间, 叶末就找到了一片七级仙灵草, 入眼的全部是七级仙灵草, 而且还是年份充足, 质量极高的仙灵草。 此时叶末哪里还会想其余的, 他根本就不去采集这些仙灵草灾, 直接将这一片地方都全部搬起来, 丢进了今夜世界。 叶末越往里面去, 心里就越惊喜, 这趟来得真是太值得了, 就和他想象中的一摸一样。 五级到七级仙灵草成堆, 甚至还有一些八级仙灵草。 有些遗憾的是, 九级仙灵草, 还有传说中的混沌灵雾, 叶末是一样, 没有预见。 半天后, 叶末今夜世界里面的仙药园, 已经有方圆树里的范围了。 虽然顶级仙灵草不多, 可是各种普通仙灵草的数量, 却多。 更让叶末惊喜的是, 这里除了溃灵魔器外, 根本就没有仙灵草兽, 也没有什么危险。 远处传来了一道道的空间波动, 叶末知道这是其余的大螺仙, 已经穿过小天狱大气层, 出现在小天狱上了。 这片小天狱极其广阔, 近来的人也不多, 根本就没有人为了资源抢夺。 就在叶末想要继续进入更深处, 寻找仙灵物之时, 他忽然感觉到自己的今夜世界似乎有变。 几乎是同时, 叶末就看见自己 刚才丢进今夜世界里面的仙药园 被糟蹋了一小半了。 一头犹如龙马一般的野兽 正在仙药园里面大肆吞噬, 让叶末惊疑不已的事。 这头龙马全身漆黑, 却有一对黄金翅膀, 只是码头根本就不像码头, 更像一个蛟龙的脑袋。 他吃得高兴之时, 还不断地伸展自己的黄金翅膀。 叶末大怒, 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今夜世界 什么时候出现了这种怪异的仙药兽。 这幸亏是他发现得早, 如果再晚点发现, 他的苦竹, 还有混沌树, 岂不是被这混蛋全部吃光了? 如果苦竹和混沌树毁了, 他连哭都来不及。 此时叶末哪里还顾得上在外面, 直接进入今夜世界, 一拳挥出。 哄, 在自己的混沌世界里面, 叶末这一拳比外面强悍了十倍都不止。 这一拳刚刚挥出, 无尽的杀鸡就全部聚容了过来, 转眼间就形成了一道沙式漩涡。 叶大哥, 别动手啊, 我是无尹, 让叶末更加震撼的是, 这黄金翅膀的怪异马, 竟然口出人言? 好在叶末听见了他的话, 立即收住了拳头, 看向了苦竹的下面。 苦竹下面那膨胀如巨大圆球般的无尹早就消失不见, 此时叶末已经明白过来, 那个吃货无尹, 竟然从一个绿豆大小的东西, 变成了一头硕大, 还带着翅膀的怪异龙马。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叶末看着被毁的一塌糊涂的仙药员, 差点又要举起拳头。 叶大哥, 听, 别叫得那么恶心。 看见无尹讨好的眼神, 叶末恶狠狠地呵斥了一句。 他心里却是很奇怪, 他知道无尹滔残会晋级, 不过从未听说过无尹滔残会变成这种庞然大物的。 他甚至知道无尹滔残晋级后, 形态不会改变, 这种变化让他难以想象。 那些个漂亮小师妹, 不是叫你叶大哥吗? 无尹的眼神很是无辜, 心里却想着为什么别的美女叫叶大哥就行, 他就不能叫。 老大, 我吞噬了地道今后变异了, 就成了这样, 如果不是在苦竹下面。 还有这混沌事件, 我已经化为鸡粉了。 无尹感觉到叶末的不满意, 有些可怜兮兮地说道。 变异, 叶末皱起了眉头, 他知道一些顶级神兽会变异, 也知道无尹属于神兽当中的一种。 难道无尹说的变异, 就是这种变异。 那你现在是什么等级? 叶末略一思索就问道。 按照真兵鱼的说法, 无尹无尹掏残晋级后的第二集, 是叫着天涛。 见自己叫老大, 没有被呵斥。 无尹小心翼翼地说道, 我现在是天涛后期, 那地道经威力太大, 我变异后需要仙灵草稳固修为。 只是我不敢动别的东西, 看见老大拿了一些仙灵草进来, 就顺便吃了几根非常不重要的小草。 第七八六章, 无尹的用处。 叶末看见自己仙药园里面, 七成的七级仙灵草都被无尹吃了, 至于那些四级五级的仙灵草, 反而没动。 现在听到无尹说, 就吃了几株非常不重要的仙灵草, 顿时打磨。 想都没想, 抬脚就将无尹给踢飞出仙药园。 这就是你说的几株非常不重要的仙灵草。 这么说来, 那些四级仙灵草对我是非常重要的了。 听到叶末语气有些不对, 无尹连忙再次跑过来讨好地说道, 老大, 我可以帮你找到更多的仙灵草, 不是有一个混沌心育吗? 你只要带我去, 我肯定能找到更多的。 叶末甚至怀疑, 如果无尹有手的话, 此时他已经将胸脯拍得砰砰响了。 叶末心里一动, 已经打算将无尹丢出去, 寻找仙灵物了。 不过他却依然板着脸说道, 我这里面有几样不能动的东西, 你知道吧? 我知道, 当然知道。 那个竹子, 我睡觉的地方, 还有那个小豆芽, 老大你保护起来, 肯定有大用处。 嘿嘿, 我连黄中里都没去动,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我是那种没分寸的人吗? 无尹讨好的大声说道, 你算人吗? 叶末见自己的那几样东西, 确实是没被碰到, 火气稍小了点, 盯着无尹说道, 你也可以去动, 但是我告诉你, 如果我看见苦竹少了一片竹叶, 还有你接近了那小树苗千丈之内, 我就将你皮疤了, 然后烤着吃了。 要是自己掉了一片竹叶, 怪我了, 无尹畏畏缩缩的小声说道, 叶末脸色一冷, 无论是因为什么, 苦竹和那小树苗有损伤, 都是你的事情。 就算是自己掉了一片竹叶, 我也要烤你。 无尹庞大的身体打了个冷战, 下意识地远离了叶末一点, 他忽然感觉这今夜世界有些危险啊。 万一他不小心散步, 走到那小豆芽千丈之内, 也要将它烤着吃了吗? 而且老大的话, 似乎有些不讲道理啊。 见已经吓到了无尹, 叶末也倒也没有继续威胁他, 只是随意问道, 你是龙族是不是? 是, 我本来是龙族一脉, 不过现在应该也不算了, 我的血脉突变, 现在属于叶异神兽。 无尹见叶末没有继续说考他的事情, 说话再次变得流利起来, 甚至还有些得意洋洋。 叶异神兽应该不错吧? 叶末诞生问道, 无尹立即更是得意说道, 岂止不错, 就是天上地下, 无尽宇宙, 叶末毫不犹豫地打断了无尹的继续吹嘘, 声音变冷地说道, 你这么厉害, 吞了我的一枚地道金也只是进了一级, 如果换成别的底层神兽, 一枚地道金也不止晋级一级吧。 这, 无尹顿时哑然, 好一会才说道, 老大, 其实我晋级已经很快了, 区区一枚地道金而已, 说实在话, 真的不算什么, 如果再来几十枚, 我想就算是再进一级, 也不是不可能, 叶末差点再次一脚踹了过去, 再来个几十枚地道金, 这货还以为地道金到处都是随便捡来的, 你现在是第二级天掏, 要晋级到第三级先掏, 需要多长时间? 叶末想到一枚地道金, 也只是让无尹小小地晋级了一步, 心里已经很是失望了, 地道金多珍贵的东西, 竟然不能让无尹直接晋级到先掏, 应该有个二三十, 我想有个十几颗, 或许只要七八颗那个金石, 就差不多了, 无尹本来想要说二三十颗地道金的, 可是看见叶末脸色阴沉, 立即接连改口, 那你这一辈子, 就在天涛留着吧, 叶末懒得理睬无尹, 抬手一挥, 直接将无尹丢出今夜世界, 同时, 他自己也出了今夜世界, 本来, 他都弄了这么大的一片要缘, 只要他晋级到先王, 随便练练丹就好了, 甚至不需要到处寻找修炼资源了, 这下可好, 被无尹一下, 干掉了七八成, 叶末出了今夜世界后, 这才看见, 无尹就如一头傻鸟一般, 愣愣地看着周围的一切, 好伴上这才震惊地问道, 这么多的混沌魔器, 这是溃灵魔器, 你看看会不会涅化你的灵根, 如果有涅化, 我就给你一枚丹药, 叶末知道无尹能吃, 不知道他变异后, 这种能吃的饼心还在不在, 涅化我的灵根, 这东西, 就是大补品啊, 无尹身上一抖, 周围的溃灵魔器, 全部被他吸收进去, 方圆术室里的溃灵魔器都被无尹席卷而来, 全部填进了他的肚子, 叶末立即就感受到周围的那种涅化气息减弱, 他的三生绝运转之下, 根本就不用飞雪丹的药效, 就直接炼化, 成了仙缘, 这果然是好东西啊, 叶末喃喃自语地说了一遍, 立即开始运转三生绝, 也开始炼化这些溃灵魔器, 半天后, 叶末感受到自己的修为再次精进了许多, 这才想起了近来的主要目的, 立即一拍无尹说道, 快点进去找好东西, 这些溃灵魔器等会慢慢吸收, 对, 对, 无尹立即清醒过来, 搅一台, 立即带起一道金色的残影, 从叶末的眼前消失不见, 这么夸啊, 叶末惊异无尹的速度, 赶紧追了过去, 无尹虽然不是寻灵兽之类, 可是这家伙是一个吃货, 对好吃的东西最为敏感, 而对他而言, 好吃的东西, 就是那些仙灵草和仙灵物, 又是大半天之后, 叶末倒是有些不好意思了, 无尹已经帮他找到了更多的高级仙灵草, 这其中还包括了一片一百多株的八级寒木, 叶末知道其余的人在这里只有三天时间, 不过他却不止三天, 别的人就算是有飞雪丹, 或者也不敢多停留, 毕竟别的进来的人都是有名有姓的, 而他却毫不在意, 在进来第二天即将结束的时候, 无尹忽然在一处潮湿的山脉处停了下来, 叶末疑惑地看着这处山脉, 既没有仙灵草, 而且仙灵气相对别的地方也稀薄一些, 他不明白无尹为什么要停留在这里, 正当他想问无尹的时候, 无尹已经张开大口, 接连喷出数十道溅气, 周围的空间立即就发出一阵阵的咔咔声响, 下一刻一片片的哗哗之声响起, 只是十几个呼吸时间, 这潮湿的山脉立即充满了浓郁的仙灵气, 天然引灵阵法, 叶末惊喜地叫道, 随即他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这下面有一条上品仙灵脉, 不过被天然的引灵阵法屏蔽了, 他没有仔细查看看不出来, 无尹却有天生的直觉, 直接看出来了这里有一条上品仙灵脉, 看样子, 你倒是有点用处, 叶末点了点头, 随口表扬了无尹一句, 无尹听到叶末的表扬更是得意洋洋的, 抬起前脚随便往地下扒了几下, 一道道数百丈宽的泥土从地下翻滚而起, 只是片刻时间, 一道白色的上品仙灵脉源头已经出现在了叶末的眼前, 这道仙灵脉如果让叶末去收取, 他肯定要顿土进入地下, 然后布置阵法收取起来, 可是无尹却更为强悍, 竟然直接将这条仙灵脉翻起来了, 以叶末现在的修为已经看见仙灵脉了, 而且这条仙灵脉也不是特别大的那种, 它完全可以收起来, 仙灵脉? 随着一个惊异的声音, 一道人影飞速地落在了叶末的面前, 这个人叶末见过就是参加先帝接见的那一千一百名当中的一个大罗仙, 而且还是大罗仙圆满, 修为比他要高出很多, 不过叶末现在藏匿了修为, 他的修为表面看起来并不是大罗仙初期, 而是大罗仙后期, 见者有份, 这条仙灵脉一个人一半, 那大罗仙对叶末抱了一下拳说道, 这里面虽然仙灵草多多, 可是八级的狠手, 相比起仙灵脉来, 一些仙灵草倒也算不上什么了, 叶末还没有说话, 吴颖就说道, 老大, 要不要我吞了它? 你能吞了它? 吴颖进了一级, 只是叶末对吴颖的认识, 还停留在原来的基础上, 只以为吴颖可以帮他的忙, 要说单独对阵一个大罗仙, 应该还不行, 嘿嘿, 你看看, 吴颖见叶末并没有表示反对, 立即张口了大口, 那过来的大罗仙后期听到吴颖说话, 已经愣住了, 他不是没有见过说话的仙妖兽, 可是那些仙妖兽, 哪一个不是护宗仙妖? 就在他这半分犹豫的过程中, 吴颖的大口已经张开, 周围的一切甚至都被吴颖的大口掌控, 纷纷被卷了进去, 那大罗仙也感受到了强大的空间犀利, 哪里还顾得上仙灵脉, 抬手就寄出了一道蓝色的光芒, 哄, 那道蓝色的光芒和吴颖的巨大头颅撞击在一起, 寄得周围空间一阵阵摇晃, 那大罗仙的脸色立即就变了, 他虽然挡住了吴颖的这一下, 却感觉出来吴颖比他要厉害, 此时他哪里还敢要东西, 转身就逃, 吴颖见自己张口, 没有将这大罗仙吸入口中, 立即觉得大丢面子, 刚才他还在叶末面前夸下海口, 现在转眼就被对手逃了, 此时他哪里还会罢休, 甚至不等叶末吩咐就带着一道残影追了过去, 叶末甚至忘记了收取仙灵脉, 他根本就没有想到吴颖变异升级后, 竟然如此凶残, 连一个大罗仙后期都不是他的对手, 这岂不是说以后他将有了一个同等级的助手, 想到这里, 叶末大喜不再去看吴颖, 直接丢出树莓正旗, 然后带动了地下的仙灵脉, 第七八七章, 厚黑的吴颖, 这条仙灵脉虽然不小, 却也并不是那种极大的仙灵脉, 现在被吴颖找到源头后, 在正旗的帮助下, 被叶末直接拉进了今夜世界, 这是叶末得到的第一条上品仙灵脉, 对叶末来说直接在仙灵脉上修炼, 比起仙精还效果还要好, 可惜的是, 这是一条上品仙灵脉, 而不是极品仙灵脉, 叶末刚收起仙灵脉后, 就听到了吴颖传来的嘶吼声音, 叶末的神识立即扫过去, 却发现吴颖被五六个大罗仙围住, 这么多人围攻吴颖一个, 叶末顿时火气就上来了, 只是数个呼吸的时间, 叶末就落在了这五六名大罗仙的面前, 让叶末疑惑的是, 之前那名想要和他分仙灵脉的大罗仙, 依然站在五六人中间, 并没有被吴颖吞掉, 虽然狼狈了一些, 显然是没有性命之忧, 看见叶末过来, 那几名大罗仙没有在攻击, 吴颖有些垂头丧气的, 站在叶末的旁边, 也没有继续攻击, 他刚刚夸下海口, 要将那大罗仙一口吞掉的, 现在不要说吞掉对方了, 这五六个大罗仙围住他, 如果叶末不过来, 他说不定还要吃亏, 这位仙友, 这仙妖兽应该是你的仙宠吧, 他追杀我朋友, 我们出手拦住了, 现在大家都没有什么伤害, 我建议就这样算了, 一名修为已经达到半步仙王的大罗仙, 主动站出来对叶末抱了抱拳说道, 见对方说的客气, 叶末也点点头, 并不在意, 对方应该是知道了吴颖的厉害, 估计占不到便宜才这样的, 对他来说, 现在也没有必要和别人起争执, 这里面到处都是好东西, 为了这点争执, 浪费时间不合算, 敢抢我老大的仙灵脉, 下次被本仙看见了, 必定一口吞掉你, 无影见双方打不起来, 有些不爽地盯着那名被他追跑的大罗仙, 威胁了一句, 因为他的下一集是仙涛, 虽然还没有进击到仙涛, 这货开口闭口, 已经是以仙涛自居, 几人听到这里一愣, 这才知道原来是自己这边的人, 觊觎别人的仙灵脉, 难怪人家要追上来, 仙灵脉当然珍贵, 不过相对这个小天狱来说, 也不算什么了, 毕竟在小天狱里面, 好东西太多了, 他们时间有限, 有这个时间去抢夺仙灵脉, 还不如弄点别的东西,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烟花腾空而起, 几名本来就想离开的大罗仙, 看见烟花后, 连招呼都没有打, 立即就飞顿了过去, 叶末却看得出来, 这烟花很不简单, 甚至相当于一件一次性的中品仙气, 过去看看, 叶末立即说道, 说完毫不客气地坐在了无影的身上, 无影身形一动, 瞬间就将之前几名仙走的大罗仙甩在了后面, 几名大罗仙看见无影的速度, 顿时骇然, 这只仙妖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变来的, 不但战斗力强悍无比, 而且连速度也是一流, 半炷香的时间不到, 叶末就已经到达这方烟花的地方, 这里竟然聚集了近百人, 连季昆和蜜云圣女也在其中, 在这百人的前面有一个巨大无比的山峰, 山峰被雾霾包围住, 而雾霾里面用神石却扫不进去, 老大, 这是一个天然阵法, 无影停下来后, 立即就说道, 不用无影说, 叶末也看出来了, 这个雾霾包围的山峰, 是一个巨大的天然阵法, 而且还是一个顶级的防御阵法, 至少叶末无法破去这个阵法, 这个阵法等级太高了些, 看见叶末骑着一头带着翅膀的古怪黑马过来, 这里的人都已经很是奇怪了, 现在看见这古怪黑马, 还口出人言, 更是奇怪, 一般的情况下, 拥有这种能够说话, 而且灵之大开仙妖兽的不是大宗门, 就是顶级大能, 普通的大罗仙能拥有这个, 实在是少有, 一些人眼里已经露出了贪念, 当才无影的速度, 已经被很多人看在了眼里, 这位仙友, 你的这个仙宠卖不卖? 多少仙金, 我都出了, 我来自东明地宗, 你知道, 我们的御龙仙帝大人, 对这种仙宠很感兴趣, 所以我建议你还是卖掉, 否则的话, 一名大罗仙, 后期走到叶末面前, 报了报权说道, 一句话没有说完, 还留了半句威胁, 东明地宗强大无比, 三名仙帝的所在, 一般的人听见了, 就算是知道他拉大骑做虎皮, 也不会因为一个仙宠, 得罪东明地宗, 滚蛋, 再啰嗦半个字, 本仙一口吞了你, 叶末根本就没有说话, 无影就大声叫道, 对他来说, 这说话的家伙, 竟然要挑拨老大将自己卖了, 简直不能忍受, 加上之前他表现不怎么样, 无影还真的怕叶末将他卖掉了, 除非他傻瓜了, 有混沌世界和苦逐的地方不留, 去跟随别人, 更何况他已经认主, 根本就走不掉了, 别人卖他去, 说不定又是烤着吃, 一个畜生也敢口出狂言, 那大罗仙脸色一冷, 抬手就向无影抓去, 无影哪里还能忍得住, 大嘴张开就是一口, 这名大罗先比之前和叶末动手的那人, 修为还稍低, 而且他还是主动向冲向无影动手, 折一下, 全身都暴露在无影的大口之下, 甚至毫无阻拦, 当这大罗仙感觉到强大的犀利传来, 周围的空间更是不再受他控制的时候, 立即惊骇无比, 他知道自己小看了这个, 马不像马龙, 不像龙的家伙了, 无影要急于在叶末面前表现自己, 更是拼了命地, 想吞掉这个要买他的大罗仙, 眼看着大罗仙就要被无影吞下, 连上另外两人立即冲上去, 想要救下这名正被无影吞噬的大罗仙, 叶末冷哼一声, 抬手就是两巴掌劈了出去, 一个人打无影, 无影输了, 算他没用, 再围攻无影, 简直将他荡成空气了, 叶末的仙缘和神石已经远朝一般的大罗仙缘满, 如果他能掌控领域, 甚至不比一般的仙王差, 这两名修为一般大罗仙来, 他那里还会放在心上, 小天狱的空间没有外面的空间稳固, 随着叶末的两巴掌拍出去, 周围空间就一阵阵地颤动和摇晃, 两名大罗仙立即大害, 赶紧寄出法宝挡住叶末的这两巴掌, 砰砰, 两声巨响, 这两名大罗仙竟然在猝不及防下, 被叶末两巴掌拍出去数千米远, 这才跌落了下来, 虽然两人没有摔在地上, 却也吃了一个大亏, 咔嚓一声, 此时被无影吞噬的那名大罗仙已经消失不见, 还能听见无影口中的咔嚓声音, 之前想要抢叶末仙灵迈的那名大罗仙到达这里的时候, 正好看见无影吞了一名大罗仙, 叶末两巴掌将两名大罗仙拍走, 立即心惊不已, 下意识地绕着叶末和无影走到了另外一边, 跟随他的那几名大罗仙更是庆幸, 没有和叶末动手, 这面白无虚的中年大罗仙实在是太可怕了点, 旁边的近百人顿时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前后只有几个呼吸时间, 刚来的一人一兽就鲜声夺人, 吞了一名大罗仙不说, 还将两名大罗仙后期打到了一边, 一些有心人已经看出来了叶末的面身, 也就是说叶末不是和他们一起进来的, 不过也没有人去怀疑, 毕竟进来后, 也有人利用面具屏蔽了相望, 继坤轻易地看着叶末, 他隐约感觉叶末的出手有些熟悉, 他却不敢上前询问, 叶末和他的那个仙宠仙妖兽太厉害了点, 特别是那个龙马不像的仙妖兽, 人家只是想买他, 他就将一个大罗仙吞掉了, 一名修为已经达到半步仙王的男子走了出来, 笑着对叶末报了报权说道, 本人大赤天狱元杀, 还未请教仙有大名, 我叫宁小麻, 叶末立即报权说道, 他要在小天狱干的事情有些大, 不想连累纪坤, 此时和纪坤认识, 对纪坤来说没有任何好处, 宁兄你好, 这个雾霾山峰是一个天然阵法, 我想宁兄应该已经知道了, 之前我们因为看见一株已经有了灵质的仙灵雾, 进入了这个雾霾山峰中, 这才将这山峰困住, 这山峰是一个天然阵法, 我想邀请宁兄一起破开这个阵法, 这雾霾山峰里面很有可能有许多顶级的仙灵雾, 一旦破开后大家也好互分, 元杀说完后笑着等待叶末回答, 叶末和他那仙宠的实力太高了, 他放出烟花信息是想多找一些人来帮忙, 却没想到找到了叶末这样的高手过来, 就算是他自己, 恐怕也不是叶末的对手, 叶末当然知道元杀的意思, 只是提前告诉自己一下, 这雾霾山峰是他们发现的, 一旦破开的话, 有东西大家分享, 不要一个人太过贪心了, 当然可以, 不过既然大家合力, 总有出力气多的, 也有出力气少的, 我想如果平分应该不妥当吧, 叶末立即说道, 这当然, 我的意思也是这样, 这个雾霾山峰的天然阵法非常结实, 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动手, 韩兄, 你来说一下, 元杀回头, 对身后一名年轻的大罗仙, 后期招呼了一句, 那名年轻的大罗仙, 后期来到叶末面前, 抱了抱拳说道, 您先有你好, 我叫韩晓复, 来自清威天的天主府, 你是卫风先帝的弟子, 叶末疑惑地问了一句, 不是, 只是我师父和大帝是极好的朋友而已, 我都已住在天主府, 韩晓复知道叶末的厉害, 说话的语气倒也诚恳, 叶末叫卫风先帝, 他却尊称卫风大帝, 可见他对卫风还是很尊敬的, 我是一名五级先阵大师, 虽然破不掉这个天然大阵, 却知道如何强攻这个大阵, 如果您先有愿意的话, 我可以来指挥破阵, 韩晓复再次很客气地说道, 叶末刚想回答, 吴影就传音了过来, 老大, 这雾霾山峰里面的东西太多, 千万不要和他们评分, 咱们单干, 叶末回头看了看吴影, 这家伙也太吼黑了, 第七八八章, 震破, 叶末正想传音给吴影, 问问他是怎么知道的, 就感觉到有些不对, 叶末下意识地回头看了看周围的人, 却发现大部分人都看着他和吴影, 只是瞬间叶末就明白过来, 抬手一巴掌, 就拍在了吴影的脑袋上, 你不会传音就别转, 白痴, 现在所有的人都知道, 你说的是什么, 吴影虽然晋级到了天涛, 可惜的是他的传承还没有完善, 传音又是他自己琢磨的, 粗糙无比, 这一传音出来, 空间波动, 立即就被大部分人听到了, 这等于当着别人的面说, 我知道这里没有好东西, 我和老大不带你们玩, 吴影却半点也没有觉察到不好意思, 只是有些委屈地说道, 老大, 我这传音不是刚刚捉摸吗, 刚才我试验一下来着, 季昆和密云圣女几名女仙, 实在是忍不住, 甚至笑了出来, 这种传音实在是活宝一个, 叶末见吴影还在丢人, 赶紧传音了几句口诀给他, 让他在一边去慢慢领悟, 传音其实很简单, 不过如果修为不到家的话, 很容易被别人抓住空间波动, 吴影没有传音过, 第一次捉摸出来的东西, 竟然敢在近百大罗仙后欺面前传, 袁莎呵呵一笑, 再次抱拳说道, 大家合作, 然后韩兄只会破阵, 明兄意下如何? 此时他心里大定, 刚才那个龙马不像的家伙传音之后, 大家都同仇敌忾了, 就算是叶末要吃毒食也不行, 韩晓复是一个五级仙镇大师, 叶末同样是一个仙镇大师, 而且比韩晓复还要稍高一些, 他当然清楚这个防御阵法的厉害, 靠他和吴影两个人, 就算是数天也打不开, 所以合作是必须的, 我的意见当然是和原先有一样, 大家合作, 叶末刚刚说到这里, 就再次听到了吴影的传音, 老大, 我可以破去外面的雾霾, 那东西是好营养, 叶末再次看了一下周围, 确认这次吴影是真的学会传音了, 刚才那一句话, 没有任何人听到, 这才微微松了口气, 就算是合作, 也不能让底牌都被人知道, 这山峰外面包裹住的雾霾, 含有浓郁的溃灵魔器, 比起刚刚进入小天狱的那种溃灵魔器, 要浓郁了数十倍都不止, 如果强行攻击的话, 会造成溃灵魔器的四亿, 一旦溃灵魔器四亿, 将会加速众人的灵根捏化, 而大家剩下的飞雪丹, 最多也不过一枚而已, 就算是有些人私自带了飞雪丹进来, 那也只是少数人, 因为大家怕灵根加速溃化, 所以攻击力度肯定就要打一个折扣, 而且还会因为忌惮溃灵魔器, 浪费掉大量的时间, 现在无影可以吞噬溃灵魔器, 那就等于他多了一张底牌, 想到这里, 叶末立即说道, 原先有, 这包围山峰的雾霾, 有大量的溃灵魔器, 一旦强行攻击的话, 这些溃灵魔器四亿, 将会加速灵根的溃化, 而且还会加长攻破这个山峰阵法的时间, 我们只有一天时间了, 一天后就会被传送出去, 我想缩短时间是最重要的, 叶末说到溃灵魔器四亿的时候, 周围很多人已经露出了有些忌惮的目光, 他们这里有七八十个人, 到现在还没有攻击, 就是怕这些溃灵魔器, 一旦溃灵魔器四亿开来, 他们就要提前离开这小天狱, 小天狱里面的宝贝实在是太多了, 这里每一个人的收获都是非常大, 现在让他们提前一分钟离开, 也没有人愿意, 正是如此, 我提议的, 通过固定方位, 破开眼前的这个防御阵法, 就是为了怕溃灵魔器, 韩小复连忙说道, 叶末知道这个韩小复, 来自魏丰先帝的天主府, 其实也很想问问他, 天心先帝在不在天主府, 不过这种话, 却不能随随便便地问出来, 宁兄莫非有什么好办法? 袁莎听出来了叶末的意思, 连忙问道, 叶末做出一副自信的样子回答道, 不错, 原先有, 如果我在短时间内, 破去了这里的雾霾, 让大家可以从容破阵, 原先有以为可以分几成东西, 袁莎愣了一下, 立即惊喜地说道, 宁兄, 你真的可以破去这里的雾霾? 吴隐在一边听到这话, 立即露出一副不屑的样子, 要不是叶末没有开口, 袁莎这句话出来, 他就会立即拍着胸脯出来, 大口张开, 吞噬雾霾了, 这家伙竟然敢怀疑他的能力, 简直无法忍受, 袁莎说完, 立即就明白过来, 根本就不等叶末回答, 立即就说道, 宁兄, 你想要几成? 叶末知道这里的人多, 加上他有87人, 想要分太多也不合适, 不过这个分配权, 必定要抓在他的手中, 那个逃进去的仙灵物, 必须要弄到手, 想到这里, 叶末略做思考说道, 我也不要太多, 里面的东西我分两成, 但是前提条件是, 分配东西的权力, 必须在我的手上, 我同意, 袁莎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说完后, 他看了看其余的人问道, 各位先友, 这位宁先友, 独自破去溃灵魔气雾霾, 然后他拥有主动分配权和两成的东西, 我已经同意了, 大家以为如何? 我也同意, 韩晓夫立即回答道, 他是一个仙镇师, 加上又来自魏风仙帝的天主府, 在这里有一定的地位, 叶末没有来之前, 这里就是袁莎和他的地位稍高, 同意, 其余的人纷纷同意, 就是被叶末两巴掌拍开去的两名大罗仙, 也不得不同意, 如果在别的地方, 还不会有人同意, 将近百人, 叶末一个人就分去了两成, 大家心里肯定不舒服, 可是这里时间有限, 如果能在短时间内破开这里的天然阵法, 大家还有更多的时间去得到别的东西, 动手, 叶末见大家都同意, 也不再犹豫, 立即对无影说道, 无影早就等着表现了, 听到叶末说话, 更是毫不犹豫地冲进雾霾, 张开了大口, 原本将山峰包裹得严严实实的雾霾, 顿时翻滚起来, 到了后面, 犹如一团翻滚的浓云一般, 很快大家就看得清楚起来, 在这雾霾当中, 那龙马不像的仙妖兽正张开大口, 那些翻滚不已的雾霾, 犹如缺堤的河水一般, 冲进了这仙妖兽的嘴里, 这可怕的溃灵魔器, 竟然是被这仙妖兽吞噬掉了, 一些人顿时骇然起来, 这到底是什么仙妖兽, 连溃灵魔器都能吞噬, 这简直太逆天了吧, 一些有心思的大罗仙, 已经在想着, 连溃灵魔器都不怕的仙妖兽, 岂不是可以无视这里的溃灵魔器, 想要留多久就留多久, 袁沙脸色也是巨变, 他没想到, 叶末的这个仙妖兽不但厉害, 还有这种本事, 一旦他们传送出去, 这仙妖兽独自在这里面, 那要得到多少东西, 只是半炷香的时间, 包围着山峰的雾霾, 就完全消失不见, 露出的阵法, 连一些不是仙阵师的人都可以看出来, 几名大罗仙看见雾霾已经消失, 立即就冲上去, 想要强攻, 却不想, 吴隐忽然犹如抽烟一般, 再次喷出一条雾霾烟雾来, 那冲上去的几名大罗仙, 立即惊骇倒退回来, 吴隐得意洋洋的, 又将那道烟雾吸了进去, 似乎在警告众人, 我吞噬进去的烟雾, 还是可以喷出来的, 叶末却暗自无语, 他知道, 吴隐能喷出这些烟雾, 只是这部分雾霾烟雾, 还没有被他消化掉, 只要过个一天半天时间, 这些烟雾必定要被他消化掉, 再也无法喷出来, 这家伙看样子就是天生的, 这些东西一套一套的, 也不知道是谁教他的, 莫非自己让他一直偷袭人, 这家伙偷习惯了, 就喜欢背后下手不成, 袁莎很快就从震惊中清醒过来, 他脸色平静无比的, 对还在震撼当中的韩晓夫说道, 韩兄, 现在你来安排攻击点, 虽然袁莎表面平静下来, 可是他心里却已经将叶末的无影, 这些仙妖兽绝对不简单, 甚至可能是神兽, 在这里面, 他是没有办法对付的, 所以他已经下定决心, 一旦出去, 立即就将这只仙妖兽的出现, 回报给宗门, 韩晓夫也明白过来, 立即指定了一个攻击点, 然后心里同样在想着, 这只仙妖兽的来历, 这种仙妖兽, 必定要上报给自己的师父, 至于如何处理这个宁小麻, 那不是他的事情了, 叶末看见众人的眼神闪烁, 岂能不知道, 这些人想什么, 事实上, 就算是无影没有表现出, 这种逆天手段, 凭借无影长出了金色的翅膀, 叶末以后, 也不会在人前将无影叫出来, 除非他有了一定的实力, 否则无影必定会被人抢夺, 看见无影, 可以将吞噬进去的溃灵魔器, 再次喷出来, 这里的几十名仙人, 已经没有人敢靠近无影, 韩晓夫虽然没有办法破掉这个高级的防御仙阵, 但是作为一个五级仙阵大师, 还是找到了强攻这个天然仙阵的地方, 虽然不是最弱的一点, 可是八九十个人同时祭出仙气法宝攻击, 就算是再牢固的天然仙阵, 也再不停地在磨损, 又是半天时间过去, 天然仙阵发出一阵阵的咔咔声音, 众人都是兴奋起来, 所有的人都知道, 这仙阵即将被破去了, 咔嚓, 一声破碎的声响后, 带着连绵不绝的咔咔声音传出, 在场的人都知道, 仙阵已经彻底被破去, 一股浓郁的仙灵气扑面而来, 一株数十丈高的巨大古树出现在众人的面前, 瘦摆红灿灿的仙灵果挂在树枝, 显得极为美丽, 彭越仙果, 几乎所有的人都震惊地叫了起来, 彭越仙果树很多人都见过, 可是从未见过如此高大的彭越仙果树, 不等别人欣喜过来, 一道速度极快的黑色影子已经冲进了大阵当中, 站在了彭越仙果树的前面, 同时喷出一道又一道的溃灵魔器, 然后才大声说道, 老大, 阵法已经破去了, 现在轮到你来分配了, 那靠近阵法的小家伙都让一让, 越靠后的老大越先分配给你, 第七八九章, 吃坏了肚子, 咦, 地上还有一些烂果子丢了实在可惜, 本仙反正是妖兽, 也不忌口, 不在乎这些丢在地上的, 无影树完后, 将落在地上的十几枚彭越仙果, 全部卷起, 丢入口中, 在场的人瞬间就明白了无影的意思, 一些人脸色立即就难看起来, 阵法中只有一棵彭越仙果树, 没有别的东西, 如果无影只是拦住大家, 那也没有什么, 毕竟之前说说好了分配方案的, 树上的彭越仙果虽然多, 可是一分起来, 每人估计也只能分到一到两枚, 落在地上的彭越仙果, 难道就不是彭越仙果了吗? 这祸一句不忌口, 就干掉了十几枚, 地上的十几枚彭越仙果, 根本就没有人说不要的, 这家伙仗着自己的速度快, 竟然先卷起来吞下去了, 简直太不要脸, 那吊在地上的彭越仙果都已经成熟, 带着一道道的紫色了, 哪里有半分烂果子的样子, 彭越仙果和别的果子不同, 一旦摘下, 就会变成漫漫紫色, 意味着成熟, 只是无影前面有数十道溃灵魔器组成的雾霾, 这些雾霾可和之前的不同, 这些都被无影控制, 一旦无影要用这些东西攻击哪个人的话, 那可立即就要捏碎玉牌传送出去, 圆纱脸色也有些不好看, 十几枚别的果子就算了, 十几枚彭越仙果竟然被这仙妖兽 用乌龟吃大麦的方式浪费掉了, 夜莫立即就知道无影太贪了, 这是要引起众怒啊, 他赶紧走上前去, 一巴掌拍过去, 收掉你的那些溃灵魔器, 你以为人人都和你一样, 丢在地上的东西捡起来就吃吗? 滚一边去, 无影赶紧收起了溃灵魔器, 得意洋洋地跑到了一边, 夜莫抱拳说道, 各位仙友, 这彭越仙果树上有201枚仙果, 原仙友和韩仙友出力稍大, 每人分配三枚, 其余仙友每人分配两枚, 不知道各位仙友意下如何? 原沙一听这话, 脸色变缓, 立即同意地说道, 宁仙友出力最大, 分配权也事先说好了, 是宁仙友的, 宁仙友的话我当然没有问题, 201枚仙果, 夜莫要分两成的话, 就是40出头了, 现在按照夜莫的分法, 他最后剩下的根本连30都不到, 如果不算无影捡走的十几枚彭越仙果, 夜莫就是吃亏了, 无影捡走的仙果, 就算是这里的人脸皮再红, 也不好意思要了, 人家一人一兽联合起来, 一个说反正我是妖兽, 那意思是我都不算是人了, 还有一个说捡起地上掉的东西吃, 丢人现眼, 如果有人在提无影捡起的彭越仙果, 那显然也是自丢身份, 这里的人, 哪一个不是出身显赫的, 如果没有彭越仙果到, 也还可能有人提出来, 但是现在每人都有两枚收获, 谁会自调身份去再提这个, 就算是提, 人家一句话我分得不够, 就将你挡回去了, 现在夜莫主动吃亏, 少要了十几个果子, 大家纷纷赞同, 哪怕很不齿无影的做法, 但是对夜莫能少要十几个果子, 还算是满意, 夜莫刚刚将三枚彭越仙果递给原杀, 无影就不满意地说道, 老大, 按照两成分法, 你至少要有四十枚彭越仙果呀, 如果是你现在这个分法, 我们要吃天大的亏呀, 旁边的大罗仙一个个都对无影鄙视不已, 却没有人愿意这个时候来多话, 彭越仙果马上就要到手了, 这个时候多话得罪这个仙妖兽实在不至, 夜莫就好像没有听到无影的话一般, 一枚枚彭越仙果被他分了出去, 八十多人, 很快全部分到了彭越仙果, 树上片刻间只剩下二十七枚果子, 咦, 我想起来了, 老大你, 就将果树弄走吧, 虽然还是吃亏, 不过总算是吃亏少了一些, 等夜莫将果子全部分配完后, 无影突然惊喜地说道, 夜莫暗赞无影的机灵, 他正想将彭越仙果树弄走, 其实他也知道, 这里绝对不是他一个人想将果树弄走, 正在他想自己说出来的时候, 无影这货就好像知道他想的一般, 及时提了出来, 无影的话刚刚说完, 袁莎就脸色在变, 他之前没有主动提出自己要多一些, 就是为了要这彭越仙果树, 现在竟然被无影仙提出来了, 可惜的是, 不等他说话, 无影已经走到那彭越仙果树前, 大嘴一张, 直接将彭越仙果树拔了起来, 夜莫见状, 哪里还会等待, 随手将彭越仙果树收进了戒指, 哎, 老大, 你可真是好人, 如果是我的话, 我至少要41枚彭越仙果, 你竟然只要了20左右, 无影见夜莫收起了戒指后, 还在感叹中, 周围的人暗骂无影不要脸, 27枚也叫20左右吗? 就在原杀药和夜莫商量一下, 将彭越仙果树弄回来的时候, 在彭越仙果树被拔走的尼坑周围, 发出了一阵阵的咔嚓声音, 近百人立即后退, 就是夜莫也赶紧后退开来, 只是数个呼吸之间, 刚才被大家打开了一个缺口的防御大阵, 全部垮掉了, 而前面, 这个大阵垮掉后, 却再次出现了一道新的雾霾山峰, 这道雾霾山峰, 被前面围住彭越仙果的大阵挡住, 众人根本就没有发现, 现在彭越仙果树被取走, 前面的大阵垮掉, 立即就显现了出来, 难怪我说, 那个跑进去的仙灵雾没有了, 原来这里还有一个阵中之阵, 立即就有人惊喜地说了出来, 原杀此时毫不犹豫地, 将要夜莫取出彭越仙果树的想法吞了下去, 立即对夜莫抱拳说道, 在这后面的雾霾大阵中, 留在这里的人都激动起来, 第一个雾霾大阵, 他们得到了两枚彭越仙果, 虽然大头被夜莫拿走了, 可是两枚彭越仙果是无价之宝啊, 这后面的大阵东西肯定比前面的要好, 可以想象, 一旦打破了后面的大阵, 众人渐分到更多逆天的东西, 夜莫心里冷笑, 第一个大阵他是不得不破, 就算是他不动手, 别人也只是多花大半天时间就可以破局, 可是这第二个大阵, 显然比第一个大阵更浪费时间, 而现在离开众人出去只有半天时间, 只有傻瓜才会让无影去破阵, 他宁可等这些人走了后, 自己带着无影来这里慢慢地消磨, 无影就好像知道又要到他出场了一般, 立即有些虚弱地说道, 老大, 我刚才好像吃多了, 现在肚子不舒服, 我不知道会不会死啊, 你是不是刚才吞噬溃灵魔器出问题了, 无影的无耻, 夜莫算是见识了, 现在他这样说话, 夜莫哪里还不知道, 对对, 我就是刚才吃那个雾霾吃多了, 无影赶紧说道, 夜莫又是一巴掌拍过去, 那你还不赶紧喷出来, 留在肚子里面找死啊, 无影暗骂自己笨, 和老大比起来, 他好像还差一把火呀, 这个时候, 他再不用夜莫提醒, 数十道溃灵魔器喷出来, 转眼间, 这雾霾大阵前面, 又多了一层淡淡的溃灵魔器, 夜莫有些歉意地, 对袁莎抱了抱拳说道, 袁仙勇, 真是不好意思, 我的仙虫好像吃多了, 我要带他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这里的东西虽然珍贵, 看样子也轮不到我了, 说完夜莫也不等袁莎回答, 直接坐在无影身上, 无影带起一道青烟, 转眼消失的无影无踪, 哪里还有半分虚弱的味道, 太不要脸了, 一名大罗仙后期铁青着脸说道, 不要说他这样说, 就是其余的人脸色都是极其难看, 夜莫和无影的主意, 根本就是司马昭之心, 谁不知道, 那无影根本就不怕溃灵魔器, 那个宁小麻肯定也有办法躲避, 等他们都出去后, 这两个无耻的家伙, 必定要再次前来, 更不要脸的是, 走就走了吧, 竟然还在临走之前, 喷出数十道溃灵魔器, 让大家破阵的难度又加了一点, 袁仙脸色阴冷地盯着夜莫去的方向, 片刻之后, 这才抱拳说道, 我们时间有限, 想要破去这个大阵估计很难了, 各位先有, 我也先走了, 说完他带着两名同伴, 转身迅速消失不见, 这里面时间就是财富, 多浪费一点点时间, 就是多浪费无数的财富, 其余人看见袁沙走了, 立即纷纷离开, 这个阵法有如此多的雾霾保护, 又被那个无耻的仙妖兽, 喷出了一些漂浮的溃灵魔器, 想要在短时间内破阵, 根本就不可能, 还不如去找些别的东西, 此时, 夜莫早已将那株彭月仙果树移栽到了今夜世界里面, 心里很是满意, 不但得到了二十多枚彭月仙果, 还得到了一棵彭月仙果树, 这运气还真的不错, 今天表现不错, 夜莫表扬了一句无影, 对无影的见机很是满意, 他感觉只要给无影更多的机会, 这家伙绝对是一个腹黑狡猾之辈, 老大, 这我都是跟你学的, 不过今天才知道, 我比起你来还差得远了, 无影讨好的说了一句, 正想着要不要将吞掉的十几枚果子吐出来, 这彭月仙果对他也有极大的好处, 虽然这点果子, 给他晋级还差得远, 可是老大说了, 如果他自己不想办法, 这一辈子就留在天涛级别上了, 更不要想再进一步, 夜莫脸色一黑, 我什么时候教你这些了, 无影听到夜莫的语气不善, 立即就知道自己似乎又说错话了, 赶紧说道, 老大, 我之前还捡了十几个彭月仙果, 要不要吐出来给你, 不用了, 你自己慢慢享受吧, 夜莫无语地说道, 彭月仙果它都有二十多枚了, 岂能去和无影争夺吞到肚子里面的十几枚彭月仙果, 听到夜莫的话, 无影毫不客气地开始炼化彭月仙果和溃灵魔器, 第七九零章, 三天已到, 夜莫和无影走了, 才两炷香左右, 就感受到了一股浓郁的仙灵气, 这仙灵气太浓郁, 根本不用无影提醒, 夜莫都能感觉得到, 不等夜莫说话, 无影就已经扑了过去, 有这种浓郁仙灵气的地方, 必定有好东西, 无影到达散发出仙灵气所在地的时候, 夜莫已经看出来仙灵气浓郁的原因了, 这里出现了一条上品仙灵脉, 而且, 这条仙灵脉比他之前收取的那条还要大, 甚至在有一定的时间进化, 这条仙灵脉就算是晋级成级品仙灵脉, 也不稀奇, 老大, 这家伙我知道, 无影传音说道, 夜莫当然明白, 无影认识这家伙, 这抽取仙灵脉的大罗仙正是炎九天, 在他的周围还有剧烈的打斗痕迹, 可见炎九天收拾了和他争夺仙灵脉的人, 然后自己来抽取仙灵脉, 无影认识炎九天, 是因为夜莫第一次和炎九天动手的时候, 无影还偷袭过炎九天, 第二次他和炎九天动手的时候, 无影已经开始沉睡了, 反而没有帮上忙, 炎九天也看见了无影和夜莫, 他看到无影后, 瞬间就亮了起来, 不过他的手并没有停, 只是几期时间, 他就将那条上品仙灵脉收进了自己的戒指, 夜莫很想立即就冲上去, 抢了炎九天的仙灵脉, 炎九天晋级比他要快得多了, 此时炎九天已经是大罗仙后期, 他又得到了仙灵脉, 再在小天狱里面弄一些高级仙灵草, 短期内晋级先王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而他现在才大罗仙初期, 要晋级先王还早得很, 可是他却知道自己就算是冲上去, 也没有用处, 也只是尽快暴露他的身份而已, 连级博都没有留下炎九天, 夜莫知道他现在绝对留不下对方, 这位朋友, 你的这个仙妖兽是否出售, 如果出售我刚才得到了一条仙灵脉, 可以给你, 让夜莫奇怪的是, 炎九天竟然没有上前强行动手, 而是拱手要和夜莫交易无影, 无影最讨厌的就是别人要买它, 现在炎九天又这样说, 他立即就嘶吼起来, 夜莫拍了拍无影, 他知道自己一旦动手, 炎九天必定能认出他来, 这个时候动手没有任何意义, 他到小天狱就不想被任何人认出来, 走吧, 夜莫一拍无影, 无影立即就带起了一道影子, 消失不见, 炎九天皱着眉头看着夜莫消失的地方, 好一会才喃喃自语, 竟然带着一丝龙威, 这条飞马难道是龙族变异? 三天时间一会儿过, 第三天的时候, 红雨仙城广场上的人不但没少, 反而越来越多, 他们都在等着进入小天狱的人出来, 因为进入小天狱的人出来后, 不但有各种高级仙灵草出售, 甚至可能出现一王丹拍卖, 在仙界虽然仙王很多, 可是相对于大仙来说, 仙王简直就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了, 一百万个大罗仙当中, 也不一定能出一个仙王, 尽管一王丹, 只能让大罗仙晋级仙王的几率提高三成, 但是一王丹太过紧缺了, 依然是无价之丹, 表面上一王丹, 只能让大罗仙晋级仙王提高三成几率, 事实上这个几率要稍高一些, 很多仙人都是卡在大罗仙无数年了, 积累已经到达了巅峰, 而一王丹只是给他们一个突破的契机而已, 小天狱的好东西实在是太多, 可惜就算是好东西再多, 里面的人也必须要出去了, 如果不出去, 或者手中的传送牌就会做废掉, 一旦没有传送玉牌, 那将来他们就会被困在小天狱, 那些大罗仙虽然不舍, 也一个个都捏碎了玉牌, 传送出去, 此时在那陨石平台上的十名先帝早已等候多时了, 随着一名名大罗仙传送出来, 他们戒指里面的东西全部毫无隐藏地出现在这些先帝的面前, 1100人进入小天狱, 最后出来的还有958人, 失踪100多人, 这些人除了一些因为开始传送出了事情外, 不是被人杀了, 就是还想留着小天狱当中, 伴住相后, 包括十名先帝在内的900多人再次被传送到了大广场上, 相对于进入各大失联秘境的陨落率来说, 1100人损失了200人不到, 应该说是还可以接受的, 在十名先帝和900多名大罗仙被传送到红宇仙城广场上的同时, 那虚空中的陨石平台立即爆裂开来, 而监控阵法屏幕上的影像也立即消散一空, 一名仙尊看见监控阵法屏幕上陨石碎裂, 脸上就是一变, 他立即就小心地走出来对卫风仙帝躬身说道, 天主大人, 这陨石平台爆裂了, 我们下一批人怎么进去? 卫风仙帝听了这仙尊的话后, 倒是冷笑地看了他一眼, 随即说道, 没有下一批了, 那小天狱即将爆裂, 还派人去干什么? 啊, 那仙尊顿时一惊, 下意识地说道, 可是, 如果还有人没有出来怎么办? 在进去之前, 我们就已经说过, 只有三天时间, 如果三天时间不出来, 那后果自负了。 卫风仙帝说完, 更是懒得理睬这名仙尊, 他怎么可能想不到, 这仙尊问话的目的? 显然这仙尊有弟子, 或者是关联的人, 留在了小天狱, 想要占便宜, 如果便宜那么好占, 也不叫便宜了。 卫风仙帝站在广场的高台上, 朗生说道, 这次小天狱采集仙灵物, 总体来说, 还算是圆满, 虽然也陨落了一些天才, 可是相对于别的试炼场所来说, 我们的陨落算是少的了。 没有人怀疑卫风仙帝的这句话, 因为他说的确实是这样, 相对于别的试炼秘境所陨落的人来说, 这次的损失, 确实不算什么。 现在, 我们先当众公布一下小天狱的所得, 然后再谈具体分配事情。 卫风仙帝的话还没有说完, 就有一名大罗仙, 后期主动上前攻身说道, 天主大人, 这次小天狱有人违反规定, 私自在小天狱里面, 服用彭越仙谷, 还出手杀掉了东鸣地宗的福增生, 这名大罗仙后期的话还没有说完, 一名长眉男子就飞升过来, 抬手就抓起这名大罗仙喝道, 谁敢杀我东鸣地宗的弟子。 说, 我御龙倒要看看, 谁吃了雄心暴胆。 那大罗仙连忙说道, 御龙仙帝大人, 那人应该幻化了面容, 但是我相信, 大人肯定可以找出他来的, 他有一条龙马仙妖兽, 此时台下已经开始闹哄哄起来, 对其余的仙人来说, 是不是有人杀了东鸣地宗的弟子, 根本就没有人关心, 他们关心的是, 小天狱真的发现了彭越仙果, 彭越仙果才是众人最关心的东西, 彭越仙果不但是珍贵, 而且根本就是找不到的东西。 卫风仙帝却走过来, 微微一笑说道, 御龙仙帝, 请看在我的面上放下这名大罗仙, 无论是任何人, 但无视我们制定的规则, 也是死路一条。 卫风仙帝是没有将御龙仙帝看在眼里的, 可是他震惊的是龙马这个词, 龙马也是属于龙族的一种, 怎么可能有龙马仙宠? 御龙仙帝点点头, 丢下了那名大罗仙说道, 你详细说来, 他东鸣地宗虽然是一个顶级大宗, 可也不能将卫风大帝不看在眼里。 卫风仙帝只是说按照规则办事, 他也没有办法反驳。 萨空大帝和龙和大帝, 还有其余几名仙帝听到龙马后, 纷纷走了过来, 询问是怎么回事。 那大罗仙连忙说道, 那人叫宁小麻, 不过却有一对金色的翅膀, 那个仙宠只是张口就吞了伏增声。 我和于赤田上前去阻拦, 却被那大罗仙一招击退, 这件事有八九十个人看见, 而且他的那个仙宠还可以吞噬溃灵魔器。 什么? 几乎所有的仙帝都震撼得住了, 可以吞噬溃灵魔器, 还有一对金色的翅膀, 这几乎铁定是变异神兽了。 就不算是神兽, 也是顶级的仙兽。 还有那个大罗仙估计也不是什么简单之辈, 一招就能击退两名大罗仙后妻, 岂能简单的了? 看见此人和他仙宠的全部站出来。 萨空大帝立即说道, 他说完后, 包括袁沙在内的八十六人都站了出来, 就连阎九天也站了出来, 阎九天知道, 他的修为不够, 在这里没有任何办法说谎。 同时他心里再暗恨叶末, 怎么偏偏就被他看见了? 一名紫袍男子突兀地出现在了擂台之上, 没有人看见他是怎么出现的。 后,就是卫丰大帝和萨空大帝等人也向他抱了抱拳。 这紫袍男子点点头, 眼神在这八十六名大罗仙身上扫了一遍。 之前他询问了几乎所有想要通过空间世界作弊的人, 都没有找到他想要找的。 这次特意等在这里, 看看那人是不是已经作弊成功了。 刚才他听到有人说, 那个宁小麻幻化了面容, 他更是想找出这个宁小麻了。 卫丰先帝认识韩晓富, 对韩晓富微笑着点了点头说道, 你是封年先帝的弟子对吧? 韩晓富联盟躬身势力说道, 是的, 封年先帝正是家师。 你说说看那个宁小麻。 卫丰先帝和言说道, 韩晓富没有隐瞒, 直接将叶末如何强势出手, 最后抢走了彭月仙果树和 二十七枚彭月仙果的事情说了出来。